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春阳道长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磅的好消息 胖爷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 这也算是2018年以来 最重磅的一个在老虎界的一个消息 因为胖爷已经消失了很久 这张就是胖爷最新的照片 来自WF论坛 不知道印度观察里面还有没有其他新的照片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找一下 除了胖爷之外还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野生虎 就是大家熟悉的大内高手木拉 木拉在2018年的新图片也有 木拉到2018年是15岁 胖爷16岁,他们都是老战士了 胖爷足足消失了快有小一年 也就是大半年的时间 很多人都猜测胖爷可能挂了 就是说可能死了 因为确实像16岁野生虎已经是相当的高龄了 不像我们在圈养的时候可以给他投递食物 他在野外还是要靠自己 之前我在视频里也说过 胖爷是我最喜欢的野生虎 之前他消失了这么久 心里还是一直悬着的 最近看到这张照片才放心下来 而且从照片上看来 胖爷的体型还是维持的不错 应该伙食没有问题 他目前无疑也是最成功的野生虎 如果再坚持一段时间 很快就可以超过查吉尔 成为寿命最长的野生虎 而且和查吉尔相比 他的整个虎生可以说是完美的很多 不仅他儿孙满堂 而且相比晚年查吉尔需要人工投尾 这种比较窘迫的晚年生活吧 他的晚年生活还是颇为有尊严的 这一只出现呢 又长了一身的肉 看起来呢还是非常的强壮 希望他能够再多活几年吧 毕竟他在很多虎迷心中 都是独一无二的大胖 胖爷呢 确实给老虎呢 在猫哥动物当中的地位长脸不少 无论是他的实力 体重 还是各方面的指标 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吧 7 1 2 但 4 4 Wood 5 2